当心理老师朱永卓告诉曾先生 他需要调整的是 学会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准确地传递出去 而不是按照自己的习惯做事 他离开的时候你安全感特别不足 其实你心里面是想让他回来 但是你用的方式是特别负面的方式 就是你还是那种不一致 在朱永卓老师看来 表达上欠缺的人往往更急于得到别人的认可 容易忽略处事方法 在这个问题上曾先生需要反思 你在跟他表达说 你哪些话或者是哪些行为 哪些事让我不舒服的时候 他可能会跟你吵 吵就吵 你可以不跟他吵 但是你也不用说非得说认为我就是这样的 你不用变个对错 你把它表达出来就行了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表达出来了 其实你那个感受慢慢他就 释放一些 释放一些对你有好处 实际上对他也有好处 在夫妻关系 特别是创业夫妻关系的沟通上 他也希望曾先生理性一点看待妻子的表达 不要陷在自己的思维里 觉得你们在共同创业的时候 一个是你们家这块付出很多 他台上已经说到了 还有一个 他也是不能否认你的功劳在这里面 就是你吃的比较多的苦 在这个事业层面 只不过他只不过现在表现的感觉 就你觉得感觉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因为你 然后你这个是让你心里不太舒服的一个地方 密室里夫妻俩的情绪都得到了疏解 两个人都认识到了自己在处理问题上的不足 那么密室回来后 两人会有怎样的表达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